能夠通生嗎 對不對 再來 我們圍群能夠完全求全嗎 在這個情況下 這是我的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的入聯聖火的路跑 台上都有表述 過很多關係 他們能夠容納 因為滿久他去路跑的情形 都能夠接受 那為什麼我們說得那麼清楚 還有說 這個一點要心情 大家都公開很清楚 為什麼還有這個聲音 第三點就是說 公投是本來是一種直接民權 對不對 像加拿大的魁北克 對不對 我們今天動員 我們今天台灣所表示的 能夠日冷的公投 如果能夠過半日的話 如同台上所講的 其他的意義代表的是什麼 對不對 一定大家都講清楚 沒有所謂就是民權的問題 對不對 大家四年票也在打三年票也在打 為什麼說不能投這樣 對不對 謝謝 好 接下來彰化的張先生 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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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羽你好 來比大家好 你好請說 我中華細長 是 我就是很久要卡都很久沒卡 剛才很幸運的卡在上面 我的建議是這樣 是 現在政黨造成嚴重 如果我叫國民眾 民進黨 兩個來公投法 叫國民眾 公投法來改 看是要獨立 或是要統議 兩眾就好拚 看台灣八千怎麼走 自己選擇 對不對 你今天 這裡 差不多減百分之三十幾的這裡 是 國民眾的台灣人 台灣人實在很厲害 哇 在台灣實在很厲害 要自己的國家 無反意 對不對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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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出去也是台灣 跟人在說中國 不跟人稱呼中國 是 所以 我的建議就是 有辦法 那個 他每次在說 他是台灣百分之三十幾的台灣人 其中一年 不然我對他 張先生我很動議 你 我的意思是說 要我們就統獨公投 這我真贊成 對啊 但是 台灣民意公投 住聯合國 這就 這在噴人海仔 對不對 你國民眾 台灣的政界 那真的有事情 有材料來統獨公投 對啊 對啊 這樣我同意你 我非常贊成 非常贊成 百分之百贊成你的意見 好 謝謝 來 台北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黃小姐 你好 黃小姐你好 黃小姐你好 我首先 大家給你嚇一大禮 不敢 因為我覺得 你這節目很好的 教 教養很多人 很多人 都會精神 我覺得你 你真的 立書會給你 留一個名 不敢 你這裡的政府 大家都立書會給你 留名 你做這個節目 尤其是 拜到禮拜 非常感動 對嗎 是 我沒什麼話說話 但是 你說 像剛才說 那個 什麼 世界遺產 他說 滿久可以 他說他只要選上總統 他什麼都可以 聯合國也可以 什麼什麼都可以 很簡單 他不是早講的嗎 對不對 他不是早講說 他是終極統一的嗎 當然他選上了之後 他就統一了 當然什麼都可以 好 就這麼簡單 我是簡單的人 所以我想的事情 也是很簡單 因為他說的話 我們都會記 他就是要終極統一 黃小姐 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其實 還是很簡單 你說得很好 不一定是 不一定 但是都那麼複雜 本來就是 我就是感覺 他說的 這句話是最 真是 由他心中所要說的話 所以他就是 罵你笨蛋 我來做就很簡單 我統一了 就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 都迎刃而解 對不對 黃小姐 謝謝你 謝謝 今天我特別去聯合國網站 世界教科恩組織在整個地方 非沒有簽 這個 世界遺產的國家 不可以承認 不可以申請 台灣不知道要怎麼申請 我就想不到 他做總統說不可以申請 哪有那麼厲害的事情 等一下 我們要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 有可能 中國替我們 我們再看 我們去找到 廣告 大家 老師 在來 美國 在家 是的 大家